我還是把這一段給結束掉 那可以先講比較概念的部分就好了 3105嗎? 這嗎? 哪一個3105? 對啊,對啊,對啊 你要費喔? 我不反對啊 好,不過那311先講好了 OK,311的這個地方談到一個專理名詞 就叫做神經內分泌 如果我們去看監腦的構造的話 現在總共分兩個部位嘛 那個佔有那個體積比較大的那個部分 是四丘 對不對? 四丘所在的位置就是第三嘛 然後接下來從那個四丘 假設在這個地方下 前面慢慢的越來越窄這個 這裡就是下四丘 這裡 好,所以四丘大概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構成整個所謂的尖長 四丘,下四丘 下四丘,末端這個地方就是腦垂線 然後腦垂線就是一個顆粒 我們上次那個腦模型啊 就是腦垂線移屍的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腦垂線? 這比較可惜啦 每次弄丟都是那個地方 OK,所以如果你去談構造面的話 下四丘是屬於腦的一部分 那既然是腦的一部分 它的細胞組成就應該是神經元 然後我們發現呢 下四丘這個地方呢 神經元大概可以分成兩種狀況來討論 一種呢就是它的神經纖維 一種呢就是它的神經纖維 好,一種它細胞本體在下四丘 軸突會一路向下延伸到腦垂線這邊 大概簡單分兩區 前面跟後面 好,那另外一種是 它的細胞體還是在上面 然後它的纖維就直到這邊 然後 說實話兩個代表一下就好 好 那接下來 因為它是神經元 所以合理來說 如果它現在訊號傳遞 還沒有傳達到目標 對不對 所以它的軸突的末梢 應該要釋放神經傳導物質 那神經傳導物質 往後面基本上就是兩個可能性 因為一個是你訊號還沒有送到目標 所以前一個神經元釋放神經傳導物質 準備透過它的神經傳導物質 正去刺激下一個神經元 這一個可能性 假設現在 它是神經系統 還在傳達訊息中間的那段路 對不對 所以很有可能 神經傳導物質 只是用來刺激下一個神經元用 可是我現在這個訊號已經送到目標之後 那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就是用來刺激動氣引發反應 對不對 所以比如說肌肉 受到神經傳導物質的刺激 它開始收縮 對不對 好 那所以神經傳導物質應該按照神經系統的特色 神經傳導物質應該是用在兩個可能的地方 一個就是對下一個神經元產生刺激 另外一個對動氣產生刺激 對不對 可是夏思秋的神經元會是這樣子 它呢一種狀況 這一種軸圖延伸到腦垂線後葉的這一種神經元 它釋出神經傳導物質之後呢 它神經傳導物質釋放出來之後就進入協議了 我畫一個剪圖就好了 所以它釋放神經傳導物質 進入協議喔 進入協議 然後再不然就是像 這一種神經纖維值到夏思秋結束 然後呢 這邊呢 會有一些血管 它從夏思秋 然後呢 管子呢 就連到腦垂線的前葉 好 它所以另外一個可能性是 它釋放神經傳導物質 然後又是進入協議 但是這一次呢 是在夏思秋結束的地方 它釋出的神經傳導物質就進入協議 然後呢 透過協議呢 再把這個化學物質傳到哪裡 傳到腦垂線的前葉 然後傳到前葉之後呢 再丟出來 所以證明說 丟出來 進去 然後又出來 那另外一種情況是 它在那個 它的纖維會在後葉結束 然後所以在後葉這個地方 這個神經傳導物質進到協議 有這兩種可能性 現在 姑且先不看這兩種到底有什麼差別 你看喔 它的神經傳導物質 竟然是會進入協議 那進入協議之後呢 我們拿這個 這個例子 進入後葉的 那一種神經纖維 它在這個地方呢 釋放了兩個神經傳導物質 一個叫做抗利尿激素 請問 至少我們介紹過 它可以作用在誰身上 然後最近講的例子是什麼 催產素 重要的部位在那裡 這兩個神經傳導物質 在軸土末梢釋放出來的部位 是在後葉這個地方 進入協議之後 引發它想要調解的對象是誰 可能是腎臟的腎小管 尤其是遠區到極尿管這邊 對於水分的再吸收 對不對 碳尿激素可以刺激腎小管 極尿管的再吸收 摧殘素不是可以刺激 子宮壁的平滑肌受縮 那可是不管是抗利尿激素還是摧殘素 你看它距離腦髓線多遠啊 這邊是傳染腦子 對不對 腎臟 對不對 子宮壁是不是都很遠 所以這些神經傳導物質很特別喔 它是直接進入血液 然後透過血液傳達訊息 到很遠很遠的另外一個部位 然後引起那個地方的動氣發生反應 也就是說這個神經傳導物質 現在要再有神經傳導物質就怪怪的了 你看看它根本就是用激素的方法在運作 對不對 你看化學物質進入血液 透過血液傳遞 然後到另外一個隔很遠的這個地方的另外一個目標 然後發揮它的影響 你看看 所以這一些細胞沒問題 它絕對是神經組織 你看看 可是當它要產生影響的時候 卻是透過什麼方法 它把神經傳導物質丟到血液裡面去使用 所以這時候它的作用方式就是內分泌的方式了 所以我們就很特別的把夏世秋所的這些神經元 它釋放的這些相關的化學物質 就把它稱之為神經內分泌激素 包括抗飲料激素跟脆塵素 在腦垂腺後葉 它比較特別的是它的製造是在夏世秋 因為這一群的神經元它的細胞本體在夏世秋 而是因為神經傳導物質是在軸土的末端釋放出來的 然後其中有一些神經元它的軸土會延伸到後葉 所以它釋放化學物質的地方是在腦垂線後邊 這是其中有可能性 所以這只是一部分夏世秋的神經元的作法 另外一批的神經元它是軸土只會到夏世秋的地方結束 可是等到它把神經傳導物質一樣丟到血液裡面之後 夏世秋到腦垂線前列這邊有血管相通 所以它把神經傳導物質丟進來這時候就是激素了 那這一批激素呢它會再去刺激腦垂線的前葉 然後對腦垂線前葉的內分泌細胞產生影響 那舉一個例子我們才剛結束過的 這個地方比如說它釋放了QNRH 然後呢QNRH在這個地方進入血液 透過夏世秋跟腦垂線相連的這個血管 QNRH現在到的腦垂線前葉 所以它就會刺激腦垂線前葉的細胞產生什麼 那可是FSH跟LH是腦垂線前葉內分泌的細胞製造的 可是它們不是受到誰的影響 受到QNRH 所以類似像QNRH的這種激素原來也是神經內分泌激素 就是這種內分泌它的細胞根本就是神經元 有沒有看到 可是這一些神經元它所製造的化學物質 卻使用內分泌的方法在工作 所以特別把這個現象稱為神經內分泌現象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樣到底有什麼好處不要忘記了 以腦的角色來說 它不就是中樞神經的一部分 對不對 然後中樞神經不是可以去透過誰 周圍神經接受器或接動器 所以你看夏世秋的位置它很方便 如果它今天想要去拿到一些刺激 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用神經的方式 對不對 因為神經 中樞神經可以透過周圍神經接牆受器 所以它就可以掌握很多的資訊 可是等到它要產生影響的時候 它可以用什麼方式去影響 它可以用內分泌的作法去影響 聽懂嗎 看得懂嗎 所以夏世秋 你看它所在的體積值 怎麼一丁點帶 可是它卻是扮演一個神經跟內分泌的整合中樞 所以那時候講說神經跟內分泌固然有很多可以比較優缺點的地方 可是畢竟兩個角色都是在協調、調節 對不對 所以夏世秋剛好扮演一個非常適合的角色 就是說我總是要有一個地方 然後讓神經跟內分泌可以有效的被整合起來 夏世秋應該是很適合來講這樣的角色 好 所以311頁在章谷裡面它先講腦垂線後葉 腦垂線後葉總共就產生這兩個激素 抗利尿激素跟催產素 然後抗利尿激素的話呢 又可以把它叫做血管加壓素 又可以叫血管加壓素 所以如果它會刺激血管的話會促進血管收縮 如果是刺激腎小管的話 刺激腎小管的再吸收 對水分再吸收 催產素我們講過 它可以刺激子宮壁的平滑吸收縮 事實上它還可以刺激乳腺的分泌作用 好 那這兩個激素呢 雖然是在腦垂線後葉分泌出來了 可是它的製造的源頭在哪裡 你看它那個圖 它的製造源頭要追到夏世秋的細胞本體 所以就是有一批夏世秋的神經元 它的細胞本體是在夏世秋這個範圍 但是它的軸土的末梢卻是深入到腦垂線的後葉 所以等到它們在釋放化學固執子的時候 是在腦垂線後葉釋放出來 所以腦垂線後葉只有幫忙釋放 沒有合成 那個抗淨醬基數跟催產素的合成部位 是在夏世秋 你看它就是跟腦垂線有關的這兩個基數 都是屬於神經內分泌基數 然後腦垂線前葉呢 腦垂線前葉子極本身是一個獨立的內分泌的這個線 可是它的分泌呢 就像FSH跟LH 它是由腦垂線的內分泌細胞所製造的 可是當腦垂線前葉決定要釋放像這種基數的時候 它要看看誰的意思 它要看看那個夏世秋有沒有產生對應的 刺激它的這個基數 比如說FSH跟LH追到夏世秋 夏世秋是由GNRH 用來刺激腦垂線前葉 然後使得腦垂線前葉的細胞 開始合成跟分泌FSH跟LH OK嗎 好 所以再看下一個圖 這個架構應該就可以比較更清楚 312葉這個地方 所以那一種神經纖維子到夏世秋結束的 那一種夏世秋的神經源 然後呢 它們分泌的神經傳導物質之後呢 釋放出來會進入血液 那這種血液呢 它會 這個血管會經過腦垂線前葉 然後所以等到它經過腦垂線前葉的時候 就可以對腦垂線前葉的細胞產生刺激作用 OK啊 所以腦垂線前葉的細胞 到底可以製造哪些基數 比如說FSH跟LH 好 這個是對神經線產生影響的 比如說那個甲狀線刺激素 TSH TSH的話 基本上是受到夏世秋的TRH的影響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促腎上腺皮質素 ACTH 好 所以這個也是腦垂線分泌了 那這三個都很明顯 你可以看到說 你看 促腎上腺皮質素 可以影響腎上腺皮質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夏世秋還有一個基數 可以去促進腦垂線分泌ACTH 有沒有 好 所以這個啊 CNRH 夏世秋分泌了 然後它釋放出來之後 可以刺激腦垂線前線 釋出FSH跟LH 可是FSH跟LH 又可以刺激性線分泌什麼 動型素跟黃體素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三層的這個層次關係 應該就會比較明顯的 那腦垂線前線有一些是 它直接對動氣產生影響的 比如說吹乳素或者叫吹乳激素 可以促進乳腺的發育 然後還有MSH 然後黑色素細胞的刺激素 可以刺激黑色素的細胞 產生黑色素 這些都直接產生影響喔 不用再透過這個其他的內分泌了 然後生長激素也是一樣 生長激素也是腦絕線前夜分泌 直接對於那個 我們身體的構造產生影響 尤其是硬骨 因為你要生長 先要搞定骨頭的生長 骨頭糖殘肋 接下來再搞定其他的部分 那所以要搞定什麼呢? 比如說肌肉 然後另外一個呢 生長的過程當中 肝臟要幫忙合成 比較複雜的有機率 因為生長需要很多這種 比較複雜的構造成分嘛 對不對? 所以肝臟你看 又跟蛋白質的合成有關 對不對? 又跟糖類的代謝有關係 又跟脂質的代謝有關係 所以這個激素也會去影響到肝臟的代謝作用 所以為什麼講說生長激素也會影響血糖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這個很麻煩 夏世秋代表的是一個神經跟內分泌的整合中出 它所釋放出來的這些神經傳導物質 這個時候就不要再叫做神經傳導物質了 直接換上一個名詞叫做激素 因為它的組成的細胞是神經元 所以我們特別把它叫做神經內分泌激素 這樣OK嗎? 好 那下面還有一個以前的例子就是昆蟲 昆蟲的話基本上也有神經內分泌的細胞位在腦裡 然後接下來它會透過這些神經內分泌的細胞 去影響腦下方的心側線跟煙頭側線 也是一樣就是蟲傷對下的影響關係 因為我們發現昆蟲的整個生長過程 包括兩個很重要要做的 第一個小蟲要養成大蟲 那因為昆蟲的外皮是基因質 基因質會限制那個蟲的長大 所以你每一次那個蟲要長大之前 你要先讓它退皮 它才能夠趁著那個基因質還沒有長得很厚的時候 然後趕快讓那個體積增加 那這個過程靠誰呢? 這個過程基本上要靠 就是退皮的部分要靠退皮基素 那長大成長的部分要靠那個保佑基素 或者這個有一個很傳承的名字叫青春基素 然後接下來那個幼蟲長大之後呢 接下來它會有一個勇期 對不對? 然後所以那個那個勇期要化成 而不是蟲要化成勇期 這個東西好 然後蟲要轉成勇的過程當中呢 就需要降低青春基素的量 然後增加退皮基素的量 這時候呢它才能轉變成一個勇 那勇在突破之後要形成成蟲蟲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完全變態的特性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呢一樣需要退皮基素的幫忙 才能夠完成這整個完全變態的過程 那這個以前的例子順便參考一下 OK 所以接下來 那神經跟內科幣有一個很好的整合的例子 就是短期壓力跟長期壓力 這我們在治癒神經的時候其實已經提過了 你看那個當腦部感受到那個壓力的存在的時候 那個短期壓力 那個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坐在捷運車廂裡面 然後突然間有一個像正結這種的路 然後亮出來一把刀 然後對著你追殺過來 非常強烈的短期壓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短時間之內身體的所有潛能瞬間爆發出來 這個就是短期壓力的展現 誰負得? 如果你要講神經系統的話 這是誰負得? 自律神經 當腦部感受到這個壓力的時候 為了啟動你身體的所有的動氣 然後呢 參與這個反應的過程 所以透過自律神經當中的交感神經 對不對? 因為現在有急迫性的這個壓力 生存上的風險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呢 瞳孔擴大了什麼? 讓你眼睛對光線感受更靈感 對不對? 然後強化肌肉的活動力 然後促進那個血管的收縮 對不對? 提高血壓 然後開發更多的血糖來源 有沒有? 那所以加速心跳促進血管的收縮 對不對? 然後肌肉的活動力增加 那這樣你的身體的反應能力應該是增加的 對不對? 所以以前有人講說那個腎上腺素 這個就有點像那個什麼? 超人激素一樣 對不對? 因為交感神經 它有一個神經的缺點 就是說 它交感神經到的地方 才是它影響的地方 它當然可以去影響心臟 它可以影響動脈 它可以影響肝臟 可是如果它現在要在短時間之內 讓全身一起動起來的話 它不是有一招嗎? 包括交感神經去刺激腎上腺水質 讓腎上腺水質分泌 分泌腎上腺素跟腎上腺素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全身就一起動起來 所以就是那個短期壓力的展現 所以以前又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女生媽媽 那因為以前的那個家店很貴 所以那個有一個報紙上的案例是這樣子 就是他們家失火了 然後可是冰箱放在二樓 然後這媽媽超神用的 就是那個什麼都沒有帶 因為以前那個家店最貴 因為她貸款才買得起 所以她自己一個人獨立的 把冰箱從二樓扛出來這樣子 這個就是爆發力的展現 所以如果你想要來這一招的話 就是也可以比照 就是每次有緊急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想著背後有一把非常長的刀 隨時都會往你身上扛下來 這時候你的爆發力就展現出來 然後這個就是短期壓力的展現 對不對 好長期壓力的展現呢 就不靠這個方法了 長期壓力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要穩定的 讓你的身體 有比較強的反應能力 所以這時候呢 要加強血壓 所以處理方式呢 夏世秋接下來呢 就會影響腦垂線前夜 透過腦垂線前夜釋放的ACTH ACTH緊接著再去刺激 腎上腺皮質 腎上腺皮質 我們剛好有介紹過這兩個 第一個 腎上腺皮質受到刺激的時候 它可以分泌礦物性皮質素 幹嘛 腎上腺皮質素可以促進 電解質跟水分的再吸收 鈉跟水的再吸收 好處咧 你鈉跟水分的再吸收回來之後 那個再吸收回來的水分 一定也會同時反應在血液體積上面 對不對 所以你的血壓就提高了 那如果你想像一下 如果腎上腺皮質 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比如說一兩個月的時間裡面呢 都持續受到這樣的刺激 對不對 所以這段期間裡面 整體上你的血壓的平均值 是會比較高的 因為腎上對於水分再吸收 這個比較是屬於 就是超乎這個均標以上在運作 然後另外一個 葡萄糖皮質素 不是可以開發血糖來源 對不對 而且葡萄糖皮質素我們講過 它開發血糖的來源 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把氨基酸或者是脂肪酸 這一類的 不是糖類的有機物 轉變成為葡萄糖來利用 對不對 所以這種糖質新生 是它的特色 那因為糖質新生 所以這段期間裡面呢 就有機會可以消耗掉一些能量 這樣有沒有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 應付長期壓力的做法 所以合理來說啦 通常這個像那個 你們這種有考前症候群的 處在長期壓力下的 一般來說的話 其實是比較有機會消耗什麼 一般來說嘛 對不對 但人很複雜啊 就是說 本來內分P系統是要幫你搞定 讓你把那些 那個長時間的粉錢 把它拿出來用掉 那偏偏你又要按對一下 那個很苦悶的心情 所以只好再透過一些 那個口譽的方式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 那個input跟output 又完全又顛倒過來了 然後 沒辦法 一切都是命 胖了就胖了 看開眼就好了 OK 所以長期壓力的展現 一般可以看到那個 腎上腺皮脂素的分泌 會比較明顯 短期壓力的話 腎上腺水質的分泌會比較明顯 那另外還有一個 長期壓力的展現之下 那考試症候群裡面 有一個很明顯的 就是比較容易生病 因為礦物性皮脂素跟 葡萄糖皮脂素 尤其是礦物性皮脂素 它是屬於固醇類的激素 固醇類的激素 會抑制免疫系統 所以它有一個 比較麻煩的副作用 就是會降低免疫系統 所以應該 有可能會比較容易生病 這樣 OK嗎 蓮皮脂素 就是礦物性皮脂素 或者叫全固醇 那大家翻譯齁 我沒辦法 對 翻譯是沒意 對 翻譯是沒意 好 最後 最後簡介一下激素到底要怎麼引發細胞裡面的反應 現在呢 激素出現 如果對細胞來講的話 激素就是一個刺激來源 如果對細胞來講的話 要是要來講的話 對細胞來講的話 就對細胞來講的話 就以為要有些人的反應 就是了解 這個胞來講的話 但是我們應該會有些人的反應 吃黃啤酒有快 今天都會刺激那個脂肪 對啊 因為孕婦懷孕過程當中的那個 所以通常會有利於脂肪的這個家 你吃過嗎? 是啊 那個是安胎藥啊 你要安胎藥 好 所以假設激素出現的話呢 第一個可能性是 有一些激素 因為激素作用的對象一定要有激素受體 有些細胞的 有些激素它的激素受體是會在細胞膜上面 所以當激素出現的時候 它得先跟那個細胞膜上的激素受體結合 也是這個時候問題來的 通常會有這種做法的一定是 那個激素本身不太能夠通過細胞膜直接進去 你看齁 那所以麻煩的地方在哪裡 激素真正要產生影響 是要進到細胞裡面去才能產生影響 但是現在顯然的進不到細胞裡面去 你看齁 好 那所以我們就把它分成兩種狀況來看 一種就是 它先跟激素受體結合之後 然後呢 讓細胞裡面呢 可不可以產生一個它的替身 好 然後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 有個東西叫做 ATP 應該都知道了 好 有一種激素呢 基本上它跟激素受體結合之後呢 它會在細胞值當中產生一個 APP轉換革染的化合物 叫做CAMP 你把C遮掉AMP很爽嗎 對不對 丟掉兩個磷酸的那個 然後CAMP是指AMP 然後自己在它內部 那個補碳糖 含氮碱基因 磷酸根 好 自己呢 另外一個地方再手牽手再接起來 所以形成一個 內部有一個環狀的結構 所以叫CAMP 好 接下來呢 再引發 細胞裡面那個激素要做到的事情 好 一種情況是這樣子 好 好 好 可是 另外一種情況是這樣子 就是激素呢 跟它的激素受體結合 然後剪接著呢 另外一種情況是激素跟激素受體結合之後呢 它會在細胞裡面呢 去產生一個東西叫做轉入因子 轉入因子 有一點像是一把鑰匙 這把鑰匙呢 下一步 它 會被移到細胞盒裡面去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 就是 打開 打開 OK 這個時候 另外一種處理的方法是激素跟激素受體結合之後呢 它會先在細胞裡面去產生轉入因子 再透過這個轉入因子到細胞盒裡面去把某一短基因打開 讓它可以去進行轉入 轉入之後 轉入之後 就可以產生老鑰匙 老鑰匙再送出來 然後在細胞子當中 再去轉移 轉移完之後 就可以吃到上台子 OK啊 所以這個時候 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就是 比如說 下面的這個情況是什麼呢 細胞本來 平常它已經做好一個酵素 可是這個酵素 雖然做好了 它不工作 工具早就在 但是不工作 那它在等 等待這個正確的指令到達之後 那透過類似像這樣的過程 那個酵素呢 就從不活化轉變成活化 所以某個化學反應 就可以馬上開始做 這是上面的這種 那下面這個呢 會有點像是說 我現在呢 細胞裡面 它有一個能力 它可以做某一件事情 可是它平常的時候 連這個工具它都不準備 所以等到指令到達之後呢 它才從遺傳這邊開始著手 透過轉入 轉譯 然後製造工具 所以這件事情才開始處理 聽了嗎 好 那所以 這個地方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在DNA那個地方 才會正式講那個轉入因子的概念 這是真核的基因的做法 很麻煩喔 就是真核的基因呢 你要去找到那個 打開基因的那把鑰匙 它那個就叫做轉入因子 很好 好 所以像這種呢 都會有一個特色 好 我們可以把像CAMT這種東西叫什麼呢 你看 這個基數呢 這個基數 它是在細胞外的時候 實質上在傳達訊息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叫做第一傳訊者 好 在細胞外的時候 傳達訊號的話 就是它 可是因為它沒有辦法直接進到細胞裡面去 所以它至少找一個替身 類似像CAMT 所以CAMT呢 像這種角色 我們就可以把它叫做 叫做第二傳訊者 所以第二傳訊者 就是第一傳訊者激素的替身 然後它會 它會接手那個激素在細胞裡面 引發真正的作用 那至於那個作用是 像只是一個生理變化 還是啟動轉入轉移 那這個就是不同激素的功能 它那個細節很久以後才會再講到的 好 然後所以呢 這是一般來說的話 哪一類的激素會比較屬於走這種呢 通常是像什麼 像是蛋白質類的 通常像那種蛋白質或小蛋白 胎類或者甚至於是胺基酸那種 它本來就是清水性能 清水性能要通過細胞膜很不容易 所以這一類化合物的激素 通常它們的受體 就很有可能是要在細胞膜上 比如說剛剛有提到的腎臟腺素 腎臟腺素的受體就是在細胞膜上 可是腎臟腺素 比如說它要刺激那個肝細胞 讓那個肝糖分解嘛 對不對 肝糖分解是細胞裡面發生的事情 可是它的能夠作用的部分 直到達細胞 所以它一定要在細胞裡面找一個替身 讓它繼續把那個功能發揮出來 OK啊 所以那個CNP就是腎上腺素的這個替身 可是如果你現在清水性的進不去 那難道酥水性的 木唇類的激素像什麼呢 像性腺 像腎上腺皮質 這兩個部位 這兩個內分泌線呢 它們分泌的激素 身上腺皮質 性腺跟身上腺皮質分泌的激素 常常都是屬於腹醇類的 那腹醇類可是它是輸水性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們就直接一路深入到 細胞裡面去跟它的受體結合 然後之後呢 再進到細胞核裡面 所以 這種激素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它去跟激素跟激素受體結合之後 這個就可以變成是轉路因子的 不用再假手它的 它自己本身就可以當作轉路因子 所以像性腺這種激素的話 基本上通常它會去打開特定的基因 讓特定的基因開始進行遺傳表現 然後產生特定的產物 你看 那所以 剩下來的就是粒子跟細節 那這個概念先有 就很麻煩你知道嗎 就是 不同的激素它的作用可能僅持於 調節細胞的化學反應 就是代謝作用 也有可能需要深入到細胞核裡面 去影響遺傳的表現 你看好 那大致上依照化合物的性質 可以簡單先做這樣的區分 那特別的基礎 有一些好的例子可以講 那很久以後才會講的很真的 OK啊 先這樣子 那專考就考到神經 好 好